12月古静昨天深夜发生了一起致命的车祸 两辆轿车发生猛烈碰撞 导致两个人当场丧命 另外五个人受轻重伤送院治疗 12月州消诊行动中心发言人表示 当局在昨晚11点24分接获投报 在石角Petagon扬灰厂前的路段发生一起车祸 立刻动员赶往现场 消诊员抵达现场之后 发现一辆轿车撞毁在路边 另外一辆汽车则在碰撞之后 四轮朝天在路边 男司机和一名后座乘客被加困在车内 消诊人员用工具将被撞得毁不成形的汽车撑开 试图将他们救出 但是两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其他的受害者在民众的帮助下 成功地从车里出来 刷则在全身帮助下 感谢观看 没有生命迹象 打钱 到明天 小哥